首拍悬疑惊悚骗陈婷妮,我百分之两千被吓到。 陈婷妮演技或金融,今马入围肯定,戏录也大开,首度挑战惊悚片,公式学生剧展无知,一场在地角探索的戏,他说我百分之两千被吓到,这是我拍戏来美尺难忘的经验。 无知将于宁,一分之四,晚十一点半,公式首播。 无知由北里大电影研究所学生李孟伟自编,导,他表示想拍类型片,惊悚片又是比较好入门类型,所以尝试看看。 找来空屋搭建密室,屋内地窖还陈设许多假人铁模特,李孟伟说美术真的很棒。 从设计图开始,埋木片,搭紧,一招一刀的,把剧中场景搭起来,加上灯光效果,片中阴纷感爆表。 陈婷一表示,戏里有多场戏在地窖,剧组做了一扇玻璃门,拍摄时,剧照师躲在玻璃门后等拍剧照,避免穿昂。 一场漆黑地窖缓不着东西戏,让他彻底被吓到。 陈婷一说,开机后,我必须四处摸索,情绪也尽到心跳一百的高度紧张,没想到当我拿手电筒往门后面一照时,竟看见后面有个人。 陈婷一忍不住形容说百分之两千,真心,我真的被吓到了,毕生难忘。 我当下在心里大声骂出脏话,里面怎么会有一个人,还笑说不用演就有效果,希望导演最后有用那颗镜头。 陈婷一说,之前没结果悬疑惊悚片,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剧种跟尝试,而且在北依上课认识很多学生导演,一起共同创作是非常享受的,也感受到他们的热情,想做就努力去把它做出来,没什么解决不了的,超热血。 陈婷一表示,类型片对演员是很大挑战,不再有爱情,搞笑,导演也给演员很大空间,有更多突破,跟面临人生的黑暗面。 他也说拍摄中间可以不用考虑自己没丑,脸上是不是出油,头发前景与否,不需很多商业行为思考,而这些对演员来说是包袱的东西,都可以彻底抛开,让我跟角色对话。 自己拍得非常爽快。